属羊的,哇,很忙的一年哦 This is a good year for the sheep to travel, get married, generate earnings from invest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usband and wife will be harmonious, even though they are occasional, because there will be good progress in career matters 試婚的属羊的朋友呢,就是结婚的好年哦 今年要把握良机,把握这个婚姻 那出国公干呢,投资也会有好的收获 夫妻感情,恩爱,偶尔口角,难免 属羊的,属羊的本身在2014,我可以讲,我给99分 99分啊,哇,真的是蛮不错的 是好的一年,他是百万富翁 所以今年属羊的朋友,事事顺利啊,可以说是 你没讲一句话,新奖士成 可是新奖士成的,新奖士成以外 他们还是要付出的,还是要有努力,对吗 不可以讲,在家里等着事情发生嘛 会有一个事情发生的,就是肥胖 就是肥胖啦,对,不要指责我了,师父 他会自然的肥胖 OK 所以,所以今年他们其实还是要找到实地的一步一步走 可是努力耕耘就可以看到更高的收获 可以这样,在今年来讲 他本身所谓的,就是这个小绵羊小妹妹啊 他本身跟马是同行走的 OK 他同行走的,所以他再怎么样 今年我会讲他是好的年份 他会可能去买物质 他有买地产的现象 而且投资啦 对,他会有一点趋势向往去买物质 都是好事,因为结婚嘛,这些他都需要 可是必须要注意的就是口角啦 在所难免啊 在所难免啊 因为忙的时候,有时候脾气就会有点暴躁 这就是很正常的 OK 所以不要担心 属羊的朋友有没有特别的问题要问 他指他 yes,属羊的 来后面的一位小姐 你好 来,有什么问题要问师傅的 我想问健康跟财运 健康跟财运 蛇比较好还是羊比较好 蛇比较好还是羊比较好 健康跟财运 师傅给了99% 所以应该是羊比较好 可是他在旺的时候 在我讲养好的时候 对不对 他就是物极必反嘛 他在太过旺的时候 他就一定要去做一些善事啊 为师啊,这些东西 因为要不然就是吃得太脏了 不觉得太好 所以只是在今年属羊的 要也是一样 就坐在那边 他都会有很好的收获 OK 所以知道了哈 可是,所以 这个不要多说了 因为你们今年健康好 财运好 没有高 我不要再提醒你明天晚上要出去了吧 明天早上就可以去排队了 OK 我没有闹了 你 是吗 我来不带了